侄子离婚后 带着女儿小桃回到故乡的小镇 在母亲圣子开的一间 名为野强威的理发店帮忙 圣子以前就是有名的少男杀手 提起他几任丈夫 大家的评价都只有一句 很年轻 但他的婚姻都没能走到最后 如今还是和丈夫离婚了 孤家寡人 截然一身 野强威每天都有一对欧巴桑 来店里七嘴八舌 过躁地讨论男人和老二 比起他们 圣子显得友情怀得多 她和侄子定机会下乡 被贫困的老人免费修整衣容 就像见证了侄子的童年一样 这个小镇也见证了 一代代人的悲欢聚散 小美是侄子的朋友 也是野强威的常客 她开了一家酒吧 丈夫所致却进水楼台 总是出轨勾搭店里的女客人 还抛弃了小美并结心欢 刚烈的小美咽不下这口气 她正昏暖的夜晚 一股脑开车撞向情敌 却误打误撞 害了左智 险些把自己也搭进去 好在两人都性命大爱 小美仍然大吃大喝 倒也自在 小美去担望左智 左智一见到她 就激动地骂她疯婆子 胡搅蛮缠 小美爆脾气一上来 一脚把左智踹下了床 小美的父亲在镇上小有名气 岁月不饶人 得了老年痴呆的她 一发病就拿着电锯 上街去电线杆 这是她以前生活所迫 为了养活家人 遗留的坏毛病 把柱子和铜线 拉到黑市买钱 这天 圣子跟团报名了 农邪温泉一日游 小桃也和父亲去过周末了 侄子不想对着空荡荡的家 便约上热恋的秘密男友 陆岛去泡温泉 本以为会是个甜蜜的假期 可侄子半夜醒来 发现周围空无一人 之前的温存仿佛一场幻觉 他打了通电话 才知道陆岛有事 不思而别 委屈和孤独 侵持了侄子 侄子觉得 自己总是在单方面地追着陆岛 完全看不透陆岛的想法 侄子另一个朋友小友 也堪比烂桃花收割机 历任男友 从来没什么好脸色不说 还总是对他拳脚相加 小友养的猫 还在两人打架时 被波及受过伤 他好不容易遇到个不动手的 心满意足地跟他结了婚 却发现对方沉迷赌博 令人哭笑不得 没过多久 小友发现丈夫由于嗑药熬夜 身体负担过重 在红椒野外挺失了 小友淡定地把他生前 唯一留下的一袋游戏币 都作为陪葬 来去聊无痕 小友对侄子说 等人们都放了过去的人 那他就真的死了 侄子若有所思 一时嘴快 轻声告诉小友 自己在和陆岛交往 可小友却平静地说 这事侄子已经说了好几次了 侄子胡疑 他在海边告诉陆岛 自己对和别人提过交往的事 完全没印象 还未等陆岛回答 小美便笑着走来 打断他们的对话 约侄子喝烧酒 侄子回过神来 发现陆岛又消失了 侄子这才想起来 陆岛是他的老师 两人失声恋 秘密交往不久后 陆岛就被一场海难 夺去了性命 从那之后 受到重创的侄子 一直没能走出陆岛的影子 他一直在脑海里 幻想着和陆岛共度余生 而这件事 已经是小镇 寻找不宣的秘密 侄子在海滩边发呆 仿佛又看到陆岛 纷柔地陪在他身旁 傍晚 小桃来海滩找侄子 侄子两眼清澈 露出释然的微笑 人们说 幸福的生活千篇一律 不幸的人生各有千秋 这个小镇的女人们 都经历着各式各样的挫折 但她们仍然会坚强地走下去 感谢观看